不料因各式作戰目標 適應各種地形的跳傘能力 陸軍航特部空降訓練中心 今天趕在颱風來臨之前 就在屏東大鵬灣 執行了水域跳傘訓練 現場當中看到17名 訓練有素的官兵們 從1250英尺的溝空 往下跳精準完成任務 早上6點多 空軍C-13洞運輸機 出現在屏東大鵬灣的上空 十七名航特部的官兵 分成三個梯次 從1250英尺高空跳下 執行水域跳傘訓練 趕在小犬颱風侵襲 臺灣的前夕 航特部在大鵬灣執行水域跳傘訓練 還好沒有受到瞬間強烈的風勢攪局 航特部的官兵從西澳山洞跳出來之後 天空中散花朵朵 水面上也立刻有其他官兵搭橡皮艇待命 只要傘一降落在湖面上 就立刻上前協助 這批參加水域跳傘的十七名航特部官兵 都已經先經過基礎的跳傘訓練 再來挑戰難度更高的特種地形跳傘 十七名跳傘弟兄逐一降落在目標區 順利完成任務 也讓圍觀的民眾見證到國軍 紮實訓練的一面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